因为国民党形象不够好嘛 他自己觉得他的寒流跟国民党的不一样 所以他的寒粉是希望他切割国民党 那是馒头装包子 对啊 那个其实是 就是好像你会发觉寒粉有一批人 在那里呼吁国民党的几个太阳 他叫他们让位 这样让他们不要出现 所以他的造势场合都没有这些人嘛 对对 只有王清平一个人 然后这些人对王清平又不满意 希望王清平也不要露脸 我心里想说你叫王清平不要露脸的话 那这个场子都没有了 因为整个王清平在环罗一号 所以这都是两难的状况嘛 因为他根本没有陆军动员的能力嘛 对 所以其实韩国瑜最大的 最大的也你也可以讲很高明的 颠倒是非 颠倒黑白 就像他刚才你们播的那一段所讲的 你可以支持你的 我可以支持我的 你不要支持你的来说我的 好像说 没人去支持陈其妈 我都很开心 对啊 好像很那个 可口很好啊 对啊 脚也很好啊 可是 柯妈也可以啊 可是 可是人家明明没有支持你的 你要拿来做 像陈树菊啊 像那个牙医啊 像那个医师公司 人家明明没有 你要把它做成支持你 这是一个黑白说谎不说谎 这是不是一个造作的问题 这个都不能说啊 说了就变成被你讲的 说你支持你的 我支持我的 说了就变成好像不够大气了 你明明影片偷了人家智慧财产 明明作假也不能讲 讲了就变成不厚道 讲了就变成有绿色恐怖 你看颠倒黑白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当然刚才提到小野的这个委屈 你怎么看这样的效应 到底是真的可以帮到陈晴曼 如果相对于 真的会伤到柯文哲吗 那我觉得还有限了 因为究竟小野究竟现在还有 我不晓得有什么 对哪一方面有 有这个 也许文化人有一些影响 你当时扮演总干事嘛 你如果拍这个影片 要挺这样的人 你会不会知会柯文哲吗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嘛 一定会讲一声嘛 一定会讲一声嘛 因为你是跟他 竟然一起作战的 当然你去挺别人 就表示你的候选人 也有这个意愿 这重点是这样 相对于韩粉的霸流 霸凌 丁手中批判柯文哲 那个算 不批判那个 小野 那个可怕 你是连丁点都算不上嘛 那个霸凌的程度 如果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被霸凌的程度 那个只是被丁手中批评一段 就有这么大的委屈吗 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没有必要 韩粉的霸凌 我要问韩国瑜的是 这个霸凌你赞同吗 这个霸凌已经引起一些反应了 我们根本没有人反应 可是高雄有人反应啊 反应很大 那反应不小 那个霸凌 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人家什么身家了 什么地方挖出来 所以我听说有个叫什么 We care的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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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